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在北京会晤访问大陆的美国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替拜习会预做准备 中美之间持续因为科技战、南海争议和台海问题隔空互呛 但大陆央视报导苏利文在会谈时向习近平表示 美方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 无意将台湾问题作为牵制中国的工具 谈美国大选讨论俄乌战争 苏利文也转达美国总统拜登期盼在未来几周内与习近平洽谈的意愿 外界分析拜习会可能时间点包括11月举行的巴西G20领导人峰会 或者秘鲁APEC峰会 拜登也可能在现任前直接来趟任内首次访华之旅 美国印太司令与菲律宾参谋总长会面 宣称已准备采取一系列措施因应南海危机 不满美方替菲律宾撑腰 大陆国防部用爆红的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 表达捍卫南海主权的立场 两句歌词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就是踏平坎坷成大道斗霸艰险又出发 我就用这两句话来回答你的第三个问题 美方才是搅动南海局势动荡的最大幕后黑手 南海问题再次种下中美新节 美国之音分析拜登现任倒数计时 即使拜习会成真恐怕也成效有限 TVBS新闻张旗元蔡一杰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